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我再一次多谢大家来临我这个Book Talk 第一件事我今天真的非常喜出妄外 因为除了我一些忠实的读者 我这些好朋友 今天还有很多很多 我想象不到的贵宾竟然会出席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滴汗了 因为原先我今天这个题目 是预了给小学生 和初中的学生听的 但谁知道有这么多 乏官贵人加上这么多 有智慧的人在这里 我很担心这些所说的 大家会笑到抱着肚子 无论如何都好 我会继续坚持在未来的二十多分钟 希望可以跟大家讲一些我自己的故事 今天不仅是我自己一个 我今天还很开心 带到我中文大学医学院 两个毕业班的高材生 Tiffany Cassie 我带我这两位很优秀的同学一起来 不是纯粹来到座庆 我这两位同学 稍后在分享的时间会告诉大家 他本身除了自己的成绩很优秀 他还是很关心弱势社群 关心在我们医疗界面 其实很多无名英雄 他们自己出了很多的力 自己出了一本书 专业介绍这类的人 一会我们分享的时间 但我两位同学会和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今天有人问我 陈院长 你是不是写错字 什么叫爱书才会让人 这个书字是爱读书的书 真的有人问我 我说我没有写错字 真的 我真的是爱书 赢书的书才会赢 为什么呢 这些是我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 全部都是出类拔萃 最大的问题是 对于这些那么聪明的人来说 从来在他的字典里面 只有一个赢的字 从来都是顺风顺水 不会输的 正如我所说 在他们自小到大 那本书是没有负责 没有输的字 但是我自己觉得 做了几十年人 真的要成功 其实 是要懂得爱上失败 接着的时间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过了几十年 同失败谈恋爱 同失败结上不解之缘 这个地方 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牛头角 他之所以那么出名 主要就是说 在2003年沙士 淘大花园大爆发的时候 就是这里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自小长大的地方 我小时候家很穷 大家不知是否认得 这个港英年代的五毫子 当年我妈妈每一个星期 就给我五毫子 当作一个零食 大件事 五毫子过一个星期 你买得维他奶 就买不到白糖糕 你吃到白糖糕 就买不到鸡鱼蛋 或者吃牛渣 所以当时我要好好学得精打细算 究竟拿着五毫子 吃一、三、五毫 还是吃二、四、六毫 由于自小这么困难的环境长大 发觉要学得 即是 够压榨 要扮酷 还有一件事 还要学得 自小的戴头盔 你不要大家以为我只是一个家童 虽然我是一个家童当年 但是 其实我自己也应该是挺聪明的 我妈妈告诉我 当年 我曾经用插班生的身份 考虑到这间位于九龙堂的一间非常出名的名校 今次今日也是非常出名的名校 能够有机会和我弟弟 我只有两兄弟 和他读一间九龙堂的名校 我弟弟读书好很多 自小已经入了名校 后来他考好几次 有机会插班进去 谁知道 后来 我很小时候我都未知 那时候不懂得反对 我妈妈告诉我 弟弟读到名校就可以了 由牛头角到这里 我每个月要给多8元这个校巴钱 后来好像加到14元 听说 不好了不好了 所以 终于我没有机会读名校 取而代之 我今天有两个小学童 在观塘街市 里面一个很隐蔽的角落 到一间直直无名的小学 所以 原来我发觉 很多时今日 被人说 输在起跑线上 对于我来说 我从来不在乎什么叫起跑线 为什么 我小孩的时候 连起跑线都看不到在哪 何来叫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是没有电感的事 直到后来我大了 我发觉我自己 是喜欢读医 我暂时不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喜欢读医 稍微买个关子 到80年代开始 中文大学 就创办 新的医学院 全香港第二间的医学院 这个就是当日的奠基典礼 我没有出现到的 看回当时的照片 你发觉 真的什么都没有 后面就是马鞍山 你见到当时马鞍山的海 自成的马鞍山 还是绿草如荫 是一个非常好去旅行的地方 其实 当年中文大学 整医学院 我现在想起来 绝对是一个概念股 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 当时我反而告诉自己 概念股 高风险 即高回报 很多人都说 过往投资 不代表将来表现 过往连业绩都没有 就是说将来 可以创意无限 所以 所以后来我当年 就觉得我应该投资到这个概念股 反而放弃了百年老店的蓝筹股 其实 其实 投资到这个概念股 现在看回头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时我们的教育医院 是位于沙田 离开沙田一个填海的地方 叫做小力园 当年 由于兴建我们中大的教育医院 工程延五个缘故 当我有机会要去医院实习的时候 那间院还未建好 所以后来就事急马行田 当年在葵中货柜站 就抬了几个货柜箱 去到当时的官堂联合医院 外面的烂地 打了几个货柜箱 作为我们上堂教学用的地方 我想告诉大家 这些真是货柜箱 我们在里面 报过不少的岁月 你发现连帆布藏各方面都有 所以那些日子 真的叫做点滴在心头 当年做学生的年代 其实是很惨的 当年我们第三届的学生 连毕业生都没有 所以我们当时 中文大学的医科生 我们叫自己做 小数第三等族裔 什么叫第三等呢 管地香港大学是第一等 海外回来第二等 我们就第三等 所以当时自己就像这个小孩 那样 我告诉自己 如果他早一日 能够做到一个巨人的话 我一定不可以这样对弱势社群 我一定要对所有我自己的小妹妹 非常非常之好 这是我对教育的理念 在我众多的开山创院教授当中 我要特别提到这一位 这位教授姓李 叫做郭章 可能你也没有这张照片 当年他凭着干净 眼光和拍力 在十数年间 把手术科学学系 打造到有声有色 国际享负盛名 因为这个缘故 当年所有能力的学生 都涌着找李教授 要做外科医生 其实的确是事实 当年的外科 如果你读了外科 走这条路 简直是一条康庄大道 前景一片光明 绝对是一个真掌型的股票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当时觉得 人人都争取外科 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就是说PE太高了 PE太高的股票 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后来 刚巧巧 一位很年轻的医生 1992年 在加拿大回来香港 这位年轻的医生姓沈 叫沈祖耀 当年他在内科部门 是全部门最年轻 年之最浅的一个 其实我们背后叫做 一个三毛医生 什么叫三毛 没有钱 没有人 没有权 没有势 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个 从现代术语来说 回来回来 这个是创业版 所以我就觉得 跟着一个创业版 去打天下 可能都会有一番景象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 陈教授陈院长 你来来去去 那些几十年前的陈年王氏 但是 《狮子山下》的故事 不适合听 现在 你试一下去狮子山 看看 每一个地方 最低限度 三万人一尺 怎么办 我不懂得回答地产上的问题 幸好今天我们有财爷 如果大家有关于 《狮子山下》 未来的楼价地产发展走势的问题 财爷可能有机会回答大家 这些是陈年王氏 大家会觉得 喂 你后来 做到教授 做到院长 一灯龙门 吐气揚眠 应该没有人敢合理 其实 我想告诉大家 虽然后来做了教授 做院长 但只不过是展开我新的失败的一页 为什么呢 当年做院长 其实 没有学过任何行政管理的经验 又没有任何线组 凭着个勇字就上了 但是凭着个勇字上 发觉就容易撞板了 刚才我提到 为什么我想做医生 我小孩子的时候 很深深感受得到 排队等医生很辛苦 早上五点钟未够 就被我妈妈抄醒 去健康院等三多个小时 然后 那个私生 给你不够三分钟时间 还是要不看你那种 我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我自己做了院长 我觉得 我们香港的医疗训练 是很高质素的 知识技术 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很缺乏人性化 每个面目都是非常模糊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我做院长的话 第一件事一定要搞好医疗教育 医疗的训练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这么优秀的同学 例如昨天DSE放榜 几多这么结出的同学 都说要读医 这么结出的同学 我觉得每个同学 都是独一无二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 要将每个同学 都可以收剪到一模一样 齐齐齐齐齐呢 这是埋没了同学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当年 一上任做院长 第一件事 我要创新我们的医疗教育 所以我和一班同学 一班同事 希望出现一些叫做 学生自主的课程 希望令到我们的同学 有机会 发挥他们的小宇宙一展所长 这个我们发觉是一个非常美好 为我们香港未来 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我发觉 原来一个人缺乏政治智慧 少出来社会是容易出事的 例如当我推出这个教育的改革之后 就大件事了 我的朋友梁卓伟教授Gabriel 当年就质疑我 你这些是什么来的 是否抢学生 是否走折径 是否跳级制 种种的缘故 那时真是大件事了 为何一个很好的计划 会被看成为一些 这么得人害怕 走折径的问题呢 很多年来 传媒朋友都常怀疑 你和Gabriel是什么 整个都是打擂台 打餐死 打到口中面中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和Gabriel私底下 有谈有讲 是朋友来的 只不过不幸 一个人进了曼联 一个人进了礼物浦 要下场 大家都要交足功课 对不对 当年其实整件事 越搞越复杂 记得当年 我被教育局召见 前前教育局局长 一见到我 就跟我说 你不行了 你不行了 对不对 我很忙 我赶着要去外面旅行 我会交给我的手下处理 终于在很多压力下 唯有将我整个计划 将它拖延 先想着 当年的感觉 我想告诉大家 跟Rocky一模一样 被人打到口中面中 完全没有还拖的能力 也当时有不少同事跟我说 他说 Francis 你趁这个机会收手 你这个计划 走不下去了 你再走下去 都不会有前途 不会有人相信 但我告诉自己 如果这些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我要害怕呢 最多就当它 Mission impossible 继续撑下去 继续砌下去 不应该 忘记自己的初心 终于 又过了八年的时间 推出这个 我们叫做 《环球医学领袖训训计划》 终于我们发觉 这么多年来 我见证不少 很优秀的同学 他们不单止自己成绩 更加有那种 关怀救人的使命 走到山区 走到偏远的地方 帮有需要的人 亦有国际的视野 例如我们给他机会 去到外国 劍橋牛津 学完之后 是回馈我们这个社会的 眨眼过了八年的时间 我们有很多 很聪明的学生 当中我想特别提到 今天我邀请两位 一位是Tiffany 一位是Cassie 你们再起床 在我更多读童中 我很困难选择这两位同学 请坐 其实你看看他的CV 以为他们已经做了 十多年的医生 原来 其实过往这几年 他无论在领袖训练 在人道救人 或者在科研方面 所做的成果 是真是令人画目相看的 稍后我会请他们两位 跟我们多一点点分享 也在这里 我都趁这个机会 要多谢我们很多中学的校长 你愿意放心 给他们交学生给我们 我们这么多年 我敢说我们没有令你失望 我不知道今天 两位同学的校长 Stella来了没有 Stella 我们DGX的校长 多谢你Stella 谢谢 其实不单止Stella 还有很多其他中学 我感激他们过的日子 对他们有信心 不断地给他们支持我们 多谢你们 也都是这样的缘故 转一下间 我们当年被杀停的教育方案 近这几年 会变成我们现在香港 最受欢迎的一个学科之一 从这件事里面 我学会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呢 原来做人 不是在乎你出拳有多重 反而是很在乎 你可以捱到多少拳重拳 依然可以继续站起来 跟他说 我未倒下 你继续打我吧 我相信原来做人 是说的是捱拳 不一定是说出重拳 在过往这段日子里面 我发觉 每当我遇到很多困难 艰苦的日子 就有很多白武士出现 过往这十年 有很多 数不准那么多的白武士 我真是不能够一一多谢他们 例如我会很多谢香港财马会 有他们的很大的捐献 我们才能够可以建成 我们全香港唯一的 中大全资拥有的教育医院 提供另一个平台给我们的学生 我亦要多谢李嘉诚先生 过往这么多年 对我们医学院各方面的支持 完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非常感激他的支持 基金会的支持 还有我们的女志和博士 在我们威远 我们的女志和临床医学大楼 如果没有了女博士的支持 我们很多的创科科研临床的研究 都做不到的 我特别要再多谢我的恩师 李国璋教授 李教授呢 虽然他后来离开了中大 但是他依然心系医学院 不停在不同的情况下 都召唤我Francis 你要留意这个 你要做这个 虽然我当年 没有买到这一只 增长股 没有做到医学院 但是李教授都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再次多谢先李教授 多谢你 另一位我要特别要多谢 就是我的好朋友肥虎Anthony Anthony 现在瘦了 他不单止是我的好朋友 还是我的advisor 当年我初出入医馆局 不知头不知路 一直有肥虎在背后告诉我 否则我碰碰碰到 我想现在也没机会 站在那里和大家说话 多谢你肥虎 多谢你 其实还有很多幕后的英雄 很多幕后的白勇士 白武士在这里 例如有我们的许敏先生 有阿轩先生 Patrick 今天我也知道Patrick来了 多谢 多谢 有我们其他很多不同的朋友 例如阿掌先生 有很多幕后的支持 还有很多在医馆局 在大学 以及我自己私人的朋友 我没有办法拿到大家这么多张照片 所以今天刚才我和大家很多拍照 希望我在下节书展 可以打出大家的照片 可以逐一多谢 例如包括我们张议员 Nik 各个各个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要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这么多年来 很多方面的大力支持 另外我特别 真的要多谢财爷 我请财爷来 不是和大家分析 在未来香港的地产楼市发展 而是当年在2018年 财爷一锤定音 认为香港要搞好医疗教育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硬件 才能够可以再栽培更多的医科学生 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所以当年财爷一锤定音 拨了二百亿出来 希望给我们香港几间的大学 来发展医疗方面的机构 然后这个是我们中文大学医学院 在未来那几年 将会建成一个非常大的科研教学中心 在此再次多谢李财爷 多谢你 多谢你 其实过往这十年 在我在任院长之内 见证了很多很重要的发展 包括我们的中大医院的发展 我们在科学院里面 很多的创新中心 刚才提到在未来几年间 将会落成的科研教学中心 而且在河吐区 很多的重要的发展 这些都是令到我们十年前 从一间小小的医学院 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 香港中文大学医疗体系 我相信 如果我十年前和大家说这件事 大家会觉得我痴人说梦 在发梦 但我发觉原来 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是没有可能的 最大的敌人 反而是自己 没有信心 也因为过往十年 很多同事 学生 校友 鼎力的支持 我们中文大学医学院的 国际排名 很开心 现在 在亚洲里面 我们只不过是仅次于 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样是否代表 我们很厉害 是否代表我们比香港大学更厉害 不是 绝对不是 我反而更加会告诉大家 香港一个弹圆之地 只有几百万人口 我们竟然有两间 国际一流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的医学院 这是我们值得我们香港人的 骄傲的地方 我自己个人又怎样呢 是否代表我个人 终于输够了 终于可以赢一局 两次 由一个佳童 变成一个院长 我很喜欢一位 90年代的 籃球明星Michael Jordan 他那时候说句话 我很喜欢的 他说 我又输又输 我输了很多很多次 终于我成功了 我听完Michael Jordan这样说之后 我就会告诉自己 其实我现在 今时今日我还未输 所以我还要输下去 一个例子 我相信大家平时在街上 看到很多我们政府 身处宣传的 香港大腸癌补查计划 呼吁所有50岁以上的 色灵人士 接受预检大腸癌 因为这是真的一个方法 为我们预防大腸癌 可以延年益受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20多年前 当我和沈祖堯 把这个建议书 交给当时的专家小组 看都不看 立刻把费搜索 放进垃圾桶 所以你们要小心 专家小组的意见 当年我们唯有 用自己的银河包 自己支持做一个研究 因为我觉得这个 对香港是最重要 不可以缺少的 我觉得当年 一件很痛苦的事 就是说 不单只用银河包做这方面的科研 还要在下午吃饭的时间 就在屋邨酒楼和屋邨医生谈 说给他们听 为何要做大腸癌的西茶 我有我说 他们有他们吃 其实真的很辛酸 那段日子 我也多谢香港马会 其实过往那十多年 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 我们没有可能完成 一个又一个很大型的大腸癌西茶计划 终于十五年后 我们可以推动到 香港政府改变的策略 令到大腸癌西茶 变成我们香港市民 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检查 预防癌症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虽然如此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时今未成 我们香港的大腸癌西茶 这个计划 其实未如理想的 很少很少合适的人士 愿意参加这个计划 我们自己的团队 也不停做很多的科研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加有效 更加精准 飞入侵胜的方法 来帮助吸引我们色灵的人士 去接受大腸癌西茶 在我心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希望有一天大腸癌 将会变成我们的历史 但有时我也跟自己说 我们花了十五年 才使政府改变的想法 将大腸癌计划 变成我们市民一部分 我还要多多少时间 才可以令到这个计划更加优化 引用更多的科研 令到这个计划更加成功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不过这样 我相信一件事 我从来不会放弃的 看中了目标 最多带着头盔就要上了 不问后果 这是我学回来的很重要信念 最后三分钟时间 我很想跟大家讲讲 在未来我有什么梦想 有什么我早就会输 但我也想跟大家讲一声 我很希望在我余下的日子 未来的日子 我能够用科研将健康 和希望带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医学数据 相信 原来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健康 我们会患什么疾病 不仅是父母给我们的基因 更加重要是我们腸内的细菌 决定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健康 或者疾病 包括小孩子的自闭症 我们现在投号杀手癌症 以至每个人 影响我们每日生活的新冠肺炎 一切一切都是跟我们的长度细菌 失衡有关 原来今时今日 你只要给你一瓷筋的便便 我已经能够告诉大家 你的健康 你未来的生活 甚至你未来的健康发展趋势 是怎样的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一小字间便便 用五十只DVD 都放不下里面的数据 所以大家记住一件事 他日 如果你去洗手间 都是充斥之前 大家应该要停一停 上一上 可能你充斥的东西 就是救你一命 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数据 在这里面 我们小时候常说大菌食細菌 现在当我们的生活环境 越来越卫生 我们越来越用多消毒清洁剂 我们没有了大菌食細菌 我们下一代表面上越来越健康 同一时间其实医学科研告诉我们 我们面对很多免疫系统的病 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用很多抗生素 很多大家出手的清洁剂 种种的缘故 令我们没有了很多细菌病毒的感染 往往这些是令到我们的长度 令到我们的预防疾病的能力减弱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 我们会见到更多我们以前少见的病 包括很多敏感的病 包括很多免疫系统出现无病的病 如果我们今天相信储存持带血 有机会救回我们将来 可能小朋友万一不幸患上血癌方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可以储存小朋友幼儿子的便便 因为那些便便是最不受污染 没有受到抗生素分娩的污染 然后将这些便便 他朝一日可以放回小朋友 令到他的病 减少发生或者减少病的出现 这个在挪威是一个种子的储存库 这是一个很大很宏大的项目 他们将全世界超过百多万 不同的穀物植物的种子 存在这个地方 来预防他朝一日地球 有大饥荒的出现 我一个梦想就是 会不会他朝一日 我们在洛马州河套区 会建立一个很大型的BB便便库 我看这里放一个很大的便便库 然后存起我们健康的小朋友 他朝一日可能需要用一些便便 或者有其他有不幸有需要的人 将这些健康的便便 放进去 变成他们未来救救他们的一个方法 我很大的心愿 希望我们建立一个 亚洲最大型的便便挪下方舟 这个是我的梦想 不过这样 这个虽然是我的梦想 每一次我讲这个梦想出来 那些人都会笑我 他认为我也是一个 执屎敢死队的队长 我不要紧 我希望我未来的日子 我继续做我的执屎敢死队 直到一日 这个梦想成真为止 多谢大家 谢谢 多谢 在这里我想请你一个机会 请我们两位同学 Tiffany和Casey上来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机会 想和大家分享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Diffany和Casey上来 刚才我花了大约半个小时 讲我过往的几十年 一些不停的失败的经验 我个人认为爱书才会赢 虽然读书也会赢 我相信 我想介绍我身边这位同学 是我们中文大学医学院六年班的学生 两个都是成绩学业非常优秀的学生 但我看中两位同学 不是因为他们成绩优秀 不是因为他们出于名校 而是过往这么多年 两位放了很多心 来照顾弱势社群 还有很特别的一件事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不是讲什么名医 很伟大的故事 讲很多是我们背后的幕后英雄 包括我们做清洁的嬸嬸 包括我们的营养师 在厨房做那方面的工人 其实这些大家会遗忘的 但反而这些是种种 没有了他们 我们没有今天这么完美的医疗系统 我不如趁个机会给你们两个讲解一下你本新书 好吗? Cassie和Tiffany 好 不如我先讲解院长 这么好介绍我们的本书 其实我和Cassie两个 现在都是最终的医疗学生 其实还未是一个医生 亦未正正正懂得治疗病人 但我想我们过去这几年 在医院里面学习的时候 其实很幸运 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去开药 不是真的去帮每一个病人抽血 或者落药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双眼看 去看每一件事 举个例子 我们进入OT的时候 每一个姐姐 她直接会把一件洗好的衣服给我们 就是一件洗好的衣服给我们 我们穿上去 就可以当学生的身份 进入一个手术室 看手术 或者有时候 在病房里面 好像觉得自己 站在这里 其实是很厉害的 在那个时候 就会尝试 帮那些姐姐一起吃饭 或者有些已经煮好的食物 就已经可以带到病人的面前 我们经历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觉得 其实似乎这些故事 背后有很多很多人 是不断去为这些事努力 举个例子 是洗衣房的姐姐 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厨师 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机会 就是得到医学院的支持 和我们自己教授的支持 就聚集了一班大学的医科同学 然后我们就去访问了21位 我们觉得值得我们去尊敬医院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 Cassie呢? 你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很多这些崗位 在医院里面是不可划决的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是我跟Siphony 疫情未作为医学生之前 是没有想象过 原来医院里面是有崗位 是负责这一样东西的 就好像例如我们手术室 医生就做手术 他们就开好一台仪器 但是其实那台仪器 如何消毒好 完全是做好一些磨菌的处理 其实都是有一些很专责的人员 他们每天做一些很重复性的工作 这样 才可以让医生和护士去 无后顾之忧去做好他们 照顾病人的工作 我们就觉得 我们既然那么幸运 可以作为医学生 接触到这一班这样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很想和不同的大众去分享 其实医院里面 并不是只有医生和护士 其实我们有很多看不到的角落 也有很多人去帮我们手付出 去照顾好我们的病人 其实 Tiff和Cassie 我有一些事情不明白 我相信两位 小时候长大的环境一定比我更好 小时候你们还读一间 全香港最出名的名校 照计在你们的生活圈子里面 应该全部都是一些非富质贵 或者每个都是很有学悉 或者是很重要的VIP人物 为什么你们有心是会 反而专注一些大家平时会忽略的人物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 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不是一些很 不是很不贵的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会做医生 也好 我们服务的是 那些人的背景 是来自不同的阶层 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崗位 在他这个社会 其实都是有他的一个地方 有些时候 我们不是很平时留意到的人 我们就更加应该去 看看如何可以帮到他们 以及如何可以令大家都记得 有这班人在 例如 可能有时候我们的病人 他们被折扣了 但其实他们在社区里面 还需要一些照顾的服务 很多时候 其实有一些人填补这些空缺 都很值得我们去留意 明白 不知大家 我们在座的朋友 或者我们今天参加我们的分享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们 或者 特别我们问两位很厉害的同学 可以大家 是 KL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不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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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要每一次 你每次做一件事 可能会输的 那你 你如果每次做一件事会输的 那你怎样评估 这一棵是否我最后的一棵呢 你买股票买了 输了100%就玩完了 Total loss 第一件事 KL王先生回答后半部的问题 应该来答我才对 因为你是我们整个亚洲金融界的巨子 应该什么时候不会输到最后的一棵呢 应该你找个机会上来和我们讲一讲 我当年不同 因为我没有东西很输 我两个袋空空 没有东西很输的话 既然就不怕输 没有东西很输的话 就继续努力 我相信人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在自己的袋里 我没有想过今时今日 因为我做了医生 做了教授 做了院长 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东西 我肉赤 我会输不起 如果我做那件事 不是为了个人 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梦想理想的话 一棵青袋输了 尽管我自己而已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猜不到 什么时候我一棵青袋输了 我也猜不到我什么时候 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会没力再收拾下去 但是如果这是我的梦想的话 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呢 这是我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教授和同学 就是年轻的同学 没有过什么生死这些经历 但是到你在医院日日做 你就用个crash course 去面对生老病死 特别死亡 对一个医生来说 是一个终极的失败 因为你救不住 那可以怎么面对呢 我请我两位同学 你在过往这几年 已经见过不少生老病死的情况 对你们影响有什么 你们未来日子要怎么面对呢 我想我自己是 的而是因为 也是做了二十多年人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 经历过一些 会令到我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的事 但是真的进到医院的时候 我觉得我接触到病人 其实我也自己有几个关卡 是要过的 举个例子 我试过在黄大仙医院 做学生 我当时会看到黄大仙医院 其实是一个舒缓治疗的医院 提供很多都是他们去到他们的生活 最后的阶段的一些病人 我很记得我那时候 看到一个婆婆 她见到我之后 她知道我是一个医科生 她跟我说 其实我很想你每天来探我 我就问她为什么 她说因为她其实一生人 都很希望有一个女 但是她这么多年都没有 所以她就叫我 你一天来探我 虽然我只是出了三天在黄大仙 但是那三天我去探他 我就发现 其实一个人 如果他知道自己 已经到达了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我希望 作为一个年轻人 和一个年轻的医生 可以做到的事就是 展示到爱 和知道她最后一段路 是有人陪她一起走下去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多 很深刻的经历 但是我现在就出外科 之前就跟了一个医生 去跟招呼 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挺深刻的 就是有一位病人 她本身是有癌症 她就因为一些急性的病发症 就进了外科病房 结果那一晚就是她被招呼了 就有一个招呼 但是其实她就 因为联络不到家人 所以就一直不停急救 急救了二十多分钟 就打了给她的家人 就问会不会谈一下 DNA、CPR 就是不再做心肺复甦 但是其实家人最初都很难接受 但是后来医生跟她谈完之后 她都会觉得其实是时候要放手 最后病人也是很安长地离去 我自己看到我就觉得 其实现在这些时候很多 尤其是cancer 这些长期病 其实是越来越普遍 那我们如果可以早点去想 就是我们自己也好 还有我们帮我们的病人想也好 就是死亡这一关是不能避开的话 怎样是一个good death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舒缓治疗 或者是一个好的死亡 是怎样我们怎样去迎接它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很值得我们去早点开始准备 刘校长 首先我很感谢Francis院长 选中我们两位同学 出来跟大家作分享 但我在这里听的时候 当然很开心 今天我们两位同学去了医学院 读得很好 院长很欣赏 但我刚才坐在这里 其实院长很焦虑 因为你介绍他们的时候 的确他们是比较幸运的 或者过去的几十年的生活 家庭的支援都不错 但现在就出来行医 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去教他们 人生阅历真的很浅 他刚才答过这个题目 在学校 我要整理他了 但其实我想说 我看一看这里 有年轻的青少年人 有他们的家长 我但愿你们知道 其实去做医生 是一个心志 其实不是要入那些名校 才做到医生 亦都你在一间 任何的校 在香港的教育环境里面 我真的觉得很感恩 就是那个公平是在这里的 你进了哪间学校 你愿意 你肯努力 医学院觉得你适合 他修理 你就可以有这个大志 所以他们两个是比较幸运的 但我真的觉得更需要给大家的讯息 就是人人 只要你朝着那个方向 有这样的兴趣和能力 有一个栽培都可以 所以我请你们继续教他们 他们比较幸运 但其他那些我们都要栽培 所以很感谢 Francis選长 我知道其实你们的学生群里面 都不是全部是那么幸运的 都有一些很困难成长的人 这样才令到你们的医学院 现在第一 多谢 多谢 多谢梁海总之事 多谢 Larry Larry 我想请问 在医学院 香港广大也好 中大也好 教一些学生医术之外 有没有focus on 医德 和培养他们的爱心呢 Thank you Larry 你这条是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回答 就卖花赞花香 当然是好或者正的 我不如请一些end user 告诉他们 过往我们这么多年有没有教 还有有什么地方我们做得不够好 让我们学得更加好 因为没有东西是最好的 才会更加好的 我们两位同学 跟我们讲讲好吗 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真的很幸运过去这六年 在医学院里面 看到一些教授 其实他们真的是 我认为医德这件事 不是一时间可以多教我们的 是真的日积月累 你从一年进来 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 究竟医德是什么 只是在研究人 究竟他的心脏在哪里 腸是摆在哪里 到今天 你有时会看到医生 和病人联系 但是我想是一个过程 而 COHK在这里 真的给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走坏 香港不同的医院 其实每一区的医院 可能举个例子 联合医院的人 是来自观塘区 其实每一个区 他们都有一个社会的 一些区别 但是你多观察的时候 其实就会看到当中的分别 据个例子 我自己就觉得 出过精神科 和出过苦产科 这两个是最教得 我们医德的一个专科 对我来说 因为有时候 我们去出精神科 和苦产科 始终这两个科 是比较敏感的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有机会 去跟病人联系 但在联系之前 很多时候 医生都会先戴上头盔 就会先跟病人说 我们这两个只是一个医科生 如果他们问问题 问得不好 或者问到你觉得 有点不舒服 你随时可以出声 但是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想其实在那些过程之中 你问得不好 医生立刻停下来 然后立刻跟你说 其实你应该这样问 会好一点 否则你令到那个病人 和他的先生 或者他的家人 会比较尴尬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 滲下滲下 就令到我对医德 有一个比较实质的概念 但是至于是否真的很清楚 了解一个好医生 究竟如何才为之 是一个好好 而值得所人尊敬的医生 我想也是需要 我们不聚业之后 真的做了一个医生 慢慢希望 撞过少少板 以及和病人都交通过 被人说过 被人赞过 被人赞过 那你就会知道 什么是一个好医生 Casie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什么经历 在这方面 学习医德 我觉得是 真的好像Tiffany 那样说 其实我们 当然我们的课程里面 是有些课程 可能会教一下 Bioethics 都会讲一些 communication skills 但是很多时候 都是 我们在真实 出到医院的时候 见过一些 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交流 去日积月累 去累积回来 就是我们有时候 会观察到 可能有些病人 他或者家属在这里 他不是很高兴 可能觉得 为何还未出得远 或者那个dicharch summary 为何还未成功 为何他还要等 这些时候 你就会见到 医生如何 跟病人去解释 有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想做得好 但是 无奈现实 有些限制 这些过程 他如何令病人明白 或者令病人去明白 其实我们都很重视他 我觉得 都是一个 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困难 但是同一时间 都很重要 我觉得每一个医生 都应该需要做到的事情 其实在中大医学院 我们很强调新教 因为我们相信医德 是靠生命影响 生命学回来的 所以在我们课程设计里面 我找了两组不同的医生 都是叫我们同学 跟他们学习 新教 当然我们事先 跟同学说了 A组医生 真是很好的生命 你要向他们多多学习 受到他们感染 B组医生 记住 他们做的事情 你将来千万不要做 我们两样都要教同学 正面反面教材 是 轻生 我想说两句 很简单 一就是说 我经历了一个长的时期 在沙士 在你们医院 之后 我有接触你 你说做医生 最重要的是 不是医病的 医生不是医病 那是医什么 是医人 那你是强调这一点的 那我更加 每 你那些周刊 我全部都 看一下 又再看 那实际上 可以 summarize 是人 是医人 不是医病 那么简单 就是这么多 多谢李轩先生 多谢 其实我很多谢 轩先生 因为今次我这本新书 你是帮我执筆写个罪的 那里面写的东西 都是我很多要终身学习的地方 多谢 多谢 Alex 我是陈教授的勇胆 每个星期一明报 反开第一件事就看那板 点滴在心头 那如果没有出 我就打电话问他 你是不是今天病了 还是不出 走稿 那刚才有个朋友问 就是医德问题 我很完全赞同 因为我看了教授的周记 过很长时间 他其实里面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说 其实他传承给同学的 除了有基本技术之外 其实继续教他们做人 他上个星期有一篇文章 他说 我很震动的 就是说 我不会保证 他对新入学的同学说 我不会保证教到你 如何维护好把脈 但我一定会教到你 如何真正做人 做一个好的医生 其实这个东西 我建议推介 如果在座还没买这本书 快点买了 否则会绝版 可以印二版三版 继续印上去 我问同学者 第一就是说 我第一次认识你们 他说 我密研的 我不懂医 我只是做机器 我们都是前代理工的同学 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 因为我的侄女也进了医科院 今年第二年 跟Philip的儿子在一起 很辛苦 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写作 不如写多一些感受出来 让我们这些行外人 理解你们的辛酸苦辣 让他们多些共鸣 希望你做得到这种东西 多谢 多谢 谢谢 Aneta 陈教授 你好 见到两位同学又写了书 已经是人生的胜利组 我想请问陈教授 你有什么方法 在学校的时候 可以教导这帮 人生胜利组 面对失败呢? 两位同学都应该在很不错的家庭上 长大 成长 当你要去英文工作的时候 你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家庭 背景的病人 你如何准备自己去面对这些 和你的社会性相差很远的呢? 多谢你的问题 或者我回答头的部分 跟后面的部分 两位同学回答 我如何教导我的同学 刚才你所说的一切一切 很良好的医德 各方面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用我教的 为什么呢? 我做一个院长 最重要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找人才 在我眼中 每一个我找回来的人 都是比我更能力的 我会跟他说 无论你做科研 做行政 做学生教育 各方面的事务 都一定要让我更能力 然后我完全放小手给你 所以我很开心 过往这十年的时间 我一个很厉害的梦幻团队 来栽培我们的学生 然后我就在背后 摆着脚 摆着脚 享受世界 是 你们两位呢? 刚才Nita所问到的就是 你们自己出身的环境 那方面 可能跟我们很多伙伴的病人 是完全脱了截的 那你们又如何做到 这个同理心这方面呢? 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 会比较担心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想成为一个 很离地的医生 我觉得这个是 首先医学院 其实那个学习的过程 都被我们接触很多不同的病人 那这个也是 我觉得part of 那个过程 令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其实我们 跟很多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我自己觉得就是 就是要 stay humble 就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牵逼的心 有时候我们 例如见到一些病人 可能他们回来 不太吃药 或者可能他们 也不太跟医生的指示 但是其实有时候他们这样做 是他们的环境限制了他 或者是怎么样 例如可能他不太明白 那些药怎么吃 或者是他自己一个住 其实他治你也很辛苦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觉得要 保持着一个同理心 就是明白 有时候病人他出来 其实他不是不意外 或者他不是不想听你说的 而是他自己也有很多 他人生上的限制 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在他这么多客观的限制之下 是怎样可以帮他最多 那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就是这样 但是到时候 practice我相信 都有另一番的体会 Diffany 其实我和Cathy的想法都差不多 我也觉得这个是 就是我们做医生 未来在公立医院里面 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们在医学院里面 其实都曾经 我试过是有机会去 牛头角的一间公共屋邨 是跟一个社匡护士上门的 就看看一个社匡护士 如何帮一个病人去执弱 我觉得其实要理解一个人的社交性 你说看书 其实都比较困难去理解 我想最重要是 要肯去问 尤其是在一个病房里面 有时候跟家人 或者跟病人聊聊天 想想他们说每一句说话 其实他们背后 其实他们的 agenda 或者他们在想的 reason 是为什么 我想如果自己 phrase 那个question phrase得好一点 其实可能当中 都会知道多一点 那个patient的story 我都希望 将来就是跟patient interact得多 或者问问身边的护士 就是问问其他医生 而慢慢从他们的perspective 去了解不同social status的人 他们遇到的困难 Anthony 谢谢 Francis 我要先说一句感受 我大约是六年前才认识Francis 在学校里面 一个研讨会 然后有人告诉我 这个就是医学院院长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这么年轻 第二个感觉就是 哇 这么英俊 然后我就很大胆地吩咐了他一句 就是说 大哥你不要去做明星 就是做明星 你都已经收到的钱 肯定都多过 我现在正在做院长 那我就在我们的retreat的时刻 我第一次认识Francis 这句就是我第一个感受 今天就是我 虽然都认识了他这几年很多机会聚会 但是就这样听他说话 就是第一次 内容非常之好 不过还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很多螺丝 好了 回到的话题 今天我没有准备的话题 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 就是说 所有我们大部分那些超级状元 状元里头 很多都想说去读医学院 读医科的 其中一张报纸就提过 就是说 那些创科那些东西 就没有人去读 为什么那些tension没有了呢 其实Francis 可不可以实际告诉我们 其实在医学院 或者医科里头 他和创科是分不开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如何 但是我知道中文大学在这方面 就是在用相当多医学和科学的东西 尤其是一些工程那些东西 我想Francis 你知道多少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多谢你 Anthony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训练我们的医学生 我们的医学教育 当然第一件事 我们是需要栽培我们有质素 有医德的毕业生出来 服务我们社会 因为我们社会实在太不够医生 医疗人手短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相信医学教育 我们的医学的水平 如果没有科研支持的话 是不懂得向前走的 过往很多年前 我们很依赖外国的科研 但是越来越发觉 第一 外国的科研成果 我未必可以应用得到 在我们这个亚洲 中国大陆的地方 因为有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对于药物 各方面的反应都会不同 第二件事 其实我们有绝对能力 可以做到自己好的科研 过去几十年 其实我们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透过创科 是很成功的 改变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健康 所以在我们的医学 学生的训练里面 我们加入了很多很多实践的元素 我不是要他多上几堂 科学的堂 而是我们给我们的同学 例如刚才我们的章节 也说到 我们例如在科学园 在很多其他有不同的创科中心 也都我们跟我们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去合作 希望就给我们的学生 明白到 不是每一个出来 都是去医院 或者入洗衣室 不停日做夜做的医生 你可以继续去照顾你们的病人 同时你也有一个科研的心 不停地去改善改变 你现在的医疗环境 令到我们的医疗会更加好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实我知道大家是非常忙的 例如刚刚我见到一些很好的朋友 高永文医生 BHF 都是我多年医管局的战友 以至我医疗界别很好的朋友 其实今天我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朋友 在当中 我未必能够有机会逐个逐个多谢 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 之所以能够有这个机会 多年来是大家给我们的 我们希望未来日子 我作为医学院的院长 我继续和我团队去栽培 我们的年轻一代 更加重要的是 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 他毕业出来之后 不忘初心 因为出来的社会 实在有很多很多挑战 很多难关 我们希望 他朝一日 我们出来的医科毕业生 真的能够 不敢说去改变我们的社会 但希望能够令到我们的社会 变得更加好些 这是我们的心愿 所以我们一起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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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